清除加一下,清除的話就Range,什麼瓜糊,D2到G9,然後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你就把它清掉,這樣就OK了,以後都按個按鈕,這樣就有了,OK 所以到底以這一題來看,我發現其實你那個公司因為複雜,你轉成VBA有時候反而不見得比較複雜 反而好像有的時候反而簡單,這一題好像還看不出太強烈 所以有一些地方真的還蠻強烈,就是反而用Excel裡面的函數寫人公司,好複雜 但是你VBA兩三個小時就寫完了,也有很多類似這種案例 所以有的時候至於要怎麼使用工具,我覺得你會多一點的這個功能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有選擇權,而不是說你只能這樣子而已 最後還有一題,因為這邊還有一個部門,所以我就想了一個 其實這個也是同學問的說,這個有個部門 是不是可以把部門這個欄位,也把它抓到這邊來 但是這個我後來發現,實在是太難了 這個對你們來說應該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這麼複雜的挑戰,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也表示你應該這個程度應該是蠻好的 所以這個我把VBA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VBA部門 然後呢,就是在原來的這個低欄的地方 把它插入一欄,叫做部門 有沒有,然後就是要把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放這裡 有沒有,一直在一推 它變成一個是倒L型的,有沒有 這樣L型,倒L型 OK,那這樣怎麼跑啊 所以我說看一下真的難 我是把它寫出來啦 不過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有個叫人事分欄底線部門的 有沒有,它就可以人事部 然後這個時間,有沒有 然後業務部,這個 人事部,這個 OK,那當然主要第一個啦 當然如果你先不管,就是 部門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把剛剛的程式有沒有 把它向右推一個欄位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那個回圈的範圍 那就可能要改 本來是 這個哪一列,第二到九列吧 一樣嘛,這個列不改 那追的話可能就多 本來是四到七對不對 那現在變四到八 因為多一欄了 OK 然後呢,裡面的公式 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一個的話呢,跟上面一樣 好,不過我這邊好了 一樣把它改成用range 這一個有沒有,跟上面一樣 就是else 有沒有,然後k,這個加1有沒有 這個都跟之前一模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第幾欄的地方呢 就是在第四欄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我寫了一個邏輯啦 就是本來的這兩行對不對 然後我寫了一個if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我就是直接把它的 同一列的什麼呢 同一列,K有沒有 的A欄有沒有 本來是B欄對不對 這邊應該是B欄 我只是把它改成A欄 然後呢,把它的資料 call過來而已 前面一樣是sales ID的J欄 有沒有,OK 那什麼情況呢 就是第一個 當它是J等於4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另外的話呢 就是 當它那個K的部分 K的話指的是什麼 K的話指的就是說 它目前輸出到哪一列的位置 有沒有,預設是2嘛 意思是說輸出到 這個第二列的位置嘛 那 那當它什麼呢 當它是第一次輸出的時候 也說第一次就是部門嘛 所以那怎麼樣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那我這邊是怎麼樣 先把它K 它原來是2嘛 先把它減掉 減掉2 那就變0了嘛 那0如果除以4之後 這個MOD MOD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數 除以4之後的余數為0 那0除以4 余數為多少 於0嘛 那如果當它 就是 當它為4 4除以4 所以其實就是4個 唯一個週期啦 所以1、2、3、4 下一個就是換到它 1、2、3、4下一個換到它 所以只要滿足這個條件 那就可以把這個部門部分 給抓出來了 但是這個部分的邏輯其實 只是增加這個啦 但是 相對比較複雜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同學 如果假設你剛剛覺得 剛剛已經算很簡單的話 那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如何把這個部門的部分把它搬過來 但是如果你覺得剛剛都已經很難的話 那你等到你有時間 把前面的部分消化 你再來看這個部分好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部門的這一段程式嘛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你們可以自己先稍微看一下 那我想這一題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 就是再來看一下 有一題是 叫326的吧 剛剛是325 你們看一下326的那個班級 乘機查詢 這一題 那這一題其實也是一樣 本來的解法 一樣要用正列 一樣要用正列的方式 而且最後公式 你會看到大瓜葫 一大堆才能夠做出來 後來我發現 做成VBA的話 相對簡單 你們待會先把剛剛這一題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加一個那個部門的欄位 試一下 人事分欄加一個部門 其實後來我本來是在那個 一幅後面 多了一個K 要讓他 好像要算他第四個 每四個為一個週期 我發現好像那個不加 好像不影響 我只要判斷他是第四欄就可以了 所以我剛剛人事分欄加部門 看起來好像蠻複雜的 但是實際上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地方 由原來的那個有沒有 第四到七嘛 多一個欄 就是部門 所以因為四到八 這個第一個改 第二個的話就是多一個 這兩行是跟上面一樣 有沒有 這兩行就是放Ls 這個是跟原來一樣的 放在Ls Ls是反之的意思 那多一個條件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如果當J等於4 4的話指的是這一欄 這個是第四欄 那就部門 也就是說 只有部門這個欄位 是特殊處理 那怎麼處理很簡單 我想有個辦法 直接同一欄 同一列 不是同一欄 同一列 一樣是DK列 的A欄 所以他原來是在B欄 我只要讓他取得A欄的資料的話 那就OK的 有沒有 就是K 一樣是K K列 然後A欄 然後把它放在Sales ID的J欄 這樣就OK的 其他的話應該都沒動 OK 所以看起來好像 可能本來是蠻